今晚的二十分鐘見證實錄 華人好早期已經在全球不同的大城市落腳 很多城市都有唐人街 上星期,我們來探討為何曾經繁華的二埠唐人街最終會消失 今星期,我們會來看看北美面積第二大的溫哥華唐人街 溫哥華的唐人街,自19世紀後期形成至今已超過100年 當中面對過很多挑戰,亦有繁華過 為了振興溫哥華的唐人街 溫市政府在2001年,成立了溫哥華華埠振興委員會 為了唐人街的發展及遠景進行諮詢、制定相關計劃 唐人街振興行動計劃,實行至今已有10年 當中亦見到區內出現不少轉變 這些轉變對於商戶及居民帶來甚麼影響呢? 我們一起看看 溫哥華唐人街自19世紀末期開始逐漸形成 唐人街曾經經歷過相當繁華、人流不絕 不過亦曾經有不景氣的現象 溫市政府因而展開唐人街振興行動計劃 現在在唐人街上行,明顯可以見到和以往不同的大廈 多了一些非華人傳統的商店餐廳 亦都見到新穎的咖啡店 更有不少正在興建的新發展項目 我們看到很多興趣在中國城市的改變 這些變化對當地造成甚麼影響呢? 我們的業主要拆舖 即是拆這裡來重建建大廈 所以我們無奈地搬遷 新開的大部分妻人的生意 我們正在遇到一個很重要的時刻 在那裡可以完全失敗 或可能我們可以在未來的創造 5點半就去到店鋪準時開店 直到下午5、6點才離開 他是從中國去到香港學蕭納 在香港做了十幾年 搬到溫哥華之後就繼續重操僱業 1992年就做了利雷蕭納 當初利雷蕭納 第一次開店就在希斯町 我們在這裡過兩三間店鋪 後來搬到這邊 他說早期在唐人街的店鋪是一軌難球 尤其是是蕭納店最繁忙的時期 單單在唐人街蕭納店鋪就有二十幾間 即使你有錢有技術 但也沒有鋪位給你做一個蕭納 比起當時在九十年代唐人街 無論做甚麼生意都黃 潘傑昂說 現在蕭納店加起來可能五間都沒有 甘非適比 唐人街現在的生意非常難清 現在來比 今天的生意 可以說是少一半 跟以前 還有就是 它主要是村邊外圍多 形成了我們差勞攤 或者近兩三年的變化又不同 即是到處都起 變得好像交通沒那麼方便 所以形成了現在的差勞攤 是比較靜一點的地方 方眼唐人街 現在街上面可以見到 一連幾間店鋪都停止營業 其中有部分是業主已經把物業賣給發展商 同樣的情況發生在里萊蕭納 我們的業主要拆袍 拆這裡來重建建大廈 所以我們無慮地要搬遷 但是搬遷都很不捨得 唐人街好像有很多的做了很久 他也是要關 因為他好像華浮超市 他也做了很久 他也是重建 又是別吉說要關門 唐人街一字字 所以我大早所說 各種都變了 經營了二十幾年 顧客都變成朋友 對於要離開唐人街 他的心情是非常不捨得 不是他業主要拆的 我人都不會走 因為我做了二十幾年 我自己覺得很有感情 走到每一個地方 甚至每一個角落 都可以跟別人打個招呼 別人跟你打個招呼 覺得是非常之虛實 非常之好 但你去到一個新的環境 又要重新要組合過交際 各方面重新要跟客人重新打過關係 雲市政府負責市中心規劃的 Calvin McNally認為 隨著唐人街振興計劃的實行 在該區 必然會經歷一段重建的過程 但我們也看到有些人移動 例如Fat Mao Caro Lee 再開了Fu Fu restaurant Fu Ho Ho Fu Ho Ho Restaurant 再開了社會建立 非常興奮 Center A 再開了China Town 所以我們看到很多 在China Town 現在在唐人街 會見到一些西式的咖啡店 西餐廳 或者是潮流品牌的服飾 不再是局限於華人的商店 這些也是鎮興計劃實行以來 在該區出現的明顯變化 他強調市府在鎮興唐人街的計劃當中 相當注重保留唐人街的歷史遺產 雲市政府鎮興唐人街的行動計劃 是由2001年成立 溫哥華華埠鎮興委員會開始 制定鎮興的願景之後 2004年 市府職員正式提出 五階段的唐人街社區計劃 鼓勵私人投資發展 來改善該區的整體居住環境 這天這些住在唐人街當年的居民 討論著市府振興唐人街的計劃對他們的影響 85歲的陳婆婆住在唐人街已經20年 當初是退休之後 從瘟尼泊搬到這裡 他抱怨唐人街的改變 對老人家造成的影響 而這位的劉婆婆 就提到她1988年來到唐人街的時候 繁華的情況 更加感慨 現在的唐人街已經不像以前 所有唐人街怎樣展變 我就看到了 我一來兩天就去做工 星期六休息就去唐街買菜 到現在這五年十年之內 就變得很厲害 我認識很多那些同事 他自四十九階、四十一階、三十幾階 都來唐人街 我說這麼遠那裡 我沒有店頭嗎 他說唐人街便宜 現在不見他們沒有來 我又看到他 為什麼不來唐人街 什麼唐人街 現在是白人街、西人街 不知道什麼街 不是唐人街的了 你看看店頭都沒有 還來幹什麼 對於這些居民來說 每天在路上 見到熟悉的店舖越來越少 取而代之的是 見到這些新發展 所帶來的新商機和人流 這些並非他們當初所預期 我覺得這幾年同人街的變化 是很急劇的 表面看來是有新的樓 樓更漂亮 但有一個隱憂就是 這些物業的發展也好 這個 復興唐人街的訴求也好 帶來的新的住客 唐人的比例越來越低 亦都會看到這幾年裏 很多唐人的生意 是越來越搬出唐人街 新開的大部分西人的生意 似乎一個趨勢就是 這個唐人街變了變了 還是不是唐人街 真是很值得 有一個移民在 當然是民民 這麼多窮人在 你應該找多些 找些街市的東西 不要那麼貴 等那些人 那些人 那些阿婆阿公 就不用凍著拐掌 乘幾次車才買到東西 讓他們生活得安樂一些 現在我們在這開會 無非都是為了你 將來下一代 我們這幫人坐著 都差不多都拿養老金 你為甚麼呢 都為了我們唐人街好 我也都希望 你的社團 那些會長出來 看看唐人街變了甚麼街 我的感覺是唐人街變成雜人街 立立雜雜 什麼人都有 店舖也沒有 那些有多少間都沒有肉財 將來人家來訪問唐人街 你有什麼歷史 曾經望在今年3月的時候 曾經組織一群長者去到溫市政府 向市長羅品遜請願 他現在是Kennege 社區行動計劃 唐人街關注組的負責人 他說現在看到唐人街 因為振興計劃造成的諸多變化 擔心唐人街可能負擔性 還有文化方面會面對挑戰 高度限制其中一個 放寬可以起高一些 顛著這些 但是看到後果 其實我覺得不是會令唐人街繁榮 唐人街越來越去的地方 有名無實 特別是唐人慢慢邊緣化 店舖又去到其他地方 只有一個名字 我覺得這種復興的方向 不是復興華佛 可能地道多些商業 有很多原因 為何有很多投資 但會不會還有唐人文化 會不會還有一個很活 生活的地方 有很多唐人出入 好像很多人說 以前華佛的地方 我覺得這是很大的問題 就是規劃的方向不對 我覺得有些修改 正因為這樣 他們要求市府暫停所有現時區內的新發展計劃 不過有關的請願簽名和訴求 就遭到市長羅品遜拒絕 一方面是怎樣可以停止新發展 看一看現在規劃的方向是怎樣 有甚麼去保護性多些政策 因為現在放寬發展 變成有錢都買了 現在就變成好像西人街 很多人說 這方面是怎樣可以有多些低薪的房屋 始終好像說 這裡華佛也是一個比較工作階級的地方 很多華佛也是一個工作階級 很多華人是最高移民的地方 但現在面對他們真的昂貴化 高檔化的問題 很多新搬入來多些錢 自然會變成商業的改變 服侍他們 他強調一直以來 市府在規劃方面 在諮詢居民意見方面都很有限 他希望這個由去年才成立的關注組 可以聚集最基層華人居民的聲音 其實很多人說 你需要有一個平衡 但現在看到沒有平衡 你就是放寬發展 你自然起很多貴樓 現在又可以起得高些 發展商買不同的地 店舖迫走 我覺得這個肯定不是 華佛應該 香港方向 你各方面 變成你都不像唐人街 怎樣找一個平衡 如果你暫時可以停止新的計劃 可以評論你這個政策是怎樣 你可能將來有一個 威脅發展 其實發展和保留是要取得平衡 最近在唐人街的變化 除了建築景觀和商業氣息之外 亦都有一股新的力量在唐人街凝聚 休息回來我們繼續看看